网路上出现这张照片 一台大皮卡爬上椅子 车子底下由四张椅子撑住 这么重车子放上去竟然都没有事 正常椅子早就坏掉了 到底是被批图还是变魔术 或真有歧视 记者找到车主和他停放的地点 实际示范 启动堆高机撑起车尾 把轮胎放到塑胶椅上 接着再抬起车头 轮胎下一样放两张塑胶椅 皮卡爬上椅子的画面 真实还原呈现 四张塑胶椅居然完全没垮 又吓一跳说 怎么车子会浮起来 原来是四张椅子撑住 更吓一跳是椅子怎么有办法撑车子 以后不敢断停车在人家门口 车子没有开走 就放在我们上班的动线上 然后想说来二座巨塔一下 然后就用堆高器把车子把它撑起来 重达2.8公吨的皮卡 放在四张椅子上没有垮 就连将近100公斤的驾驶进到车内 加起来将近三公吨的重量 开下来一样没事 物理老师说 这跟人躺在鸡蛋上 或双脚踩在鸡蛋上 鸡蛋却不会破的情况一样 用的就是平均受力原理 力跟压力来解释它 均匀地施放在四个椅子上 那过程当中因为它的稳定性 它是缓慢地放上去 所以这四个椅子的状况 如果材质够坚固 它是每一个椅子可以分配到 大概差不多7到800公斤的重量 皮卡爬上塑胶椅成了课堂最好的教材 物理老师说 当然对高级驾驶技术也得好 还有椅子材质够扎实 照片PO上网之后 网友热烈讨论奇特景象 但也意外歪楼 频频询问到底椅子去哪里买 东三新闻陈永毅高智宏在 彰化报道 周秋二日是许多人的悠闲时光 但是新闻事件不调时间 这些重大的新闻事件 都是在宁静的价人发生 我始终坚守岗位 带来最真切的解析报道 直播深入 逻辑演绎 将故事一一说给你听 我是房叶涵 周六日新闻不停歇 给您最及时深度报道